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7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是一個十分之令人鼓舞的日子 因為昨天我們香港的代表張家朗 一個很年輕的年輕人 在男子 花劍決賽 奪得金牌 擊敗了上屆的冠軍意大利 當然 市民很開心 很多商場也有直播 決賽 大量的市民在這裡 狂歡 甚至乎我看到有一個人在慶祝開香檳 不過這傢伙就不斷向著 拍攝那個記者狂射 不知道那個記者 喝了很多香檳的鏡頭 不知道是否防水 也有很多人手持的氣棒 我看到 我們也上了一段影片 在APM拍攝的 有些小朋友拿著兩枝紅色的棒 當然 市民很開心 這個直播的過程 贏了之後就要頒獎了 頒獎的時候 升起香港旗 以及 就要奏國歌的 奏國歌的時候 全場市民都報以虛聲 這個是 大家實至名歸 都應該要聽的了 並高叫We are Hong Kong 這個是反映一個香港人的心態 有市民受訪問的時候就稱 香港 自己的港隊第一次絕金的時候 仍然是小孩子 當時在說李麗珊 李麗珊在96年當時很年輕 當時也看著他拿金牌 這次是他第一次作為成年人 目睹香港奪金 很開心 在張家朗打最後一劍的時候 他哭得很厲害 因為 感覺到贏了 他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一度落淚 他說這兩年的心情很壓抑 好像沒有甚麼值得高興 今天 似乎有點釋放 其實 大部分人的心性 很多市民手持這個打氣棒 模仿出這個出劍的動作 即是張家朗出劍的動作 又說 幸好今天去商場棺材 感受到現場的氣氛 以及凝聚力 形容是團結一個民族 又贊香港 即是張家朗是香港人的驕傲 另外一位受訪的鍾先生也說 自己激動到連這個打氣棒也打爆了 那麼厲害 那個氣球來的 他坦然 過去對於運動員 奪獎沒有甚麼感覺 但是今天 感受到很特別大 大家都為這個地方感動 希望大家 其實張家朗 他也 贏了之後有一番感言 可以說是勝利感言 我們覺得 其實真的是 大家 應該 是很值得自豪的 在香港這樣的條件之下 一班運動員 也是涉而不捨 那麼他 在 贏了之後 還說 這個 不退下去 也不是辦法 大家要堅持 即是再退下去 叫大家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這些說話 大家都知道 是很鼓舞香港人的 因為 郭泰一些機師 叫聲香港加油也被人炒魷魚 彷彿好像叫香港加油 就是一個港獨 當然啦 姜濤也是這樣說的 但是沒有人動姜濤的 好了 關於這個 林大輝 我們有一點補充 補充就是 有網友立刻提醒我 林大輝也當時沒有說到在哪裏 做業主 只是說你做業主 網友即時就說 林大輝如果當時有聽你的節目 就說 有一層樓在坎大廈 在摩蘇爾 在班加西 也是業主 不過你未必敢去做 當然啦 這個就是太過分了 如果你買一層樓在班加西 叫人家去拿 只是叫人家去死 我相信你自己也不敢去買 難道網上買樓嗎 他也可以送出大灣區的樓 例如恆大那些 跌到幾十萬的大亞灣 可能30萬有層樓 當然也會被人 詛咒 如果你送這些樓給人 250萬是沽寒一點 比沒有好 我們這一節要說說 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逢中國隊輸 那些人就 欣喜若狂 總之那些人不理哪一隊贏 最重要是中國隊輸 這個情況 是今年才有的 上一屆奧運會也還沒有那麼強烈 上一屆當然是在說多少年 2016年 2016年的奧運 因為2016年的奧運 當時 已經發生了一個佔中之後 但是 也是有人 我都不喜歡中國隊的 但是未去到那種 就是逢中國隊必反 而這次 大量的民意 可以說是 逢是中國隊 都會去 逢是中國隊輸 每個人都會很開心 例如之前的分組賽 女子排球分組賽 中國隊輸3比0 在首場分組賽輸3比0 每個人都很開心 每個人都替土耳其加油 以往是從來都不會發生的 那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當然 你自己壞 是吧 每個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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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昨天 是五起臨門才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五起臨門 哪個五起呢 第一起 當然是我們張家朗拿到奧運金牌 第二起是甚麼 第二起 就是我們 這個中共 幾個強項 都被人 標重柴 第一個就是游泳 游泳項目他打算是十拿九位 誰知道 殺出一個 加拿大 華裔棄英 這個女子 一歲的時候 被人拋棄了 成為孤兒 加拿大一對好好心的夫婦 收養了他們 收養了他們 就把他帶到加拿大 給他悉心的照顧 然後 就訓練 其實也不是想訓練他做游泳冠軍的 沒有想著他參加奧運的 只是說女兒 喜歡游泳就給他游泳 成為了 澳運冠軍 還要擊敗那個是中國隊 這個是我們的第二起 游泳 其實 也是中國的其中一個強項 當然是美國的強項 這次 也是被 輸了 總之我不管誰贏 最重要就是中國輸 中國隊 拿了一面銀牌 其實昨天中國隊是拿了四面銀牌 而且 拿不到一面金牌 我們當然是十分之開心 因為 在外國 歐洲 美國 拿到一塊銅牌也很開心 因為他們覺得是一個獎牌 中國隊不是一個獎牌 中國隊不是一個獎牌 你拿不到金牌 拿銀牌 回到去 當你 叫做 二等公民而已 眼尾也不瞎一下你 當你臭死一樣 所以中國隊拿銀牌 是輸得很慘的 好了 第2個開心 第2起 第3起是甚麼 第3起 就是這個乒乓球運傷 中國隊竟然輸了給日本隊 這個是一個小撒曲 中國隊在他的官媒 這個叫做央視官媒的 這個微博的官方帳號 竟然在他領先兩局2比0的時候 就說中國隊得到金牌了 打算贏夠硬 贏得到2比0 誰知道比日本人反超前4比3 這件事 是令到 整個中國隊 輸了 乒乓球 從來都是中國隊的強項 而且這次 也都是在強項被人飆了重柴 而這個是 日本隊 17年來 第一次來到奧運 乒乓球 金牌 這個呢 也是奧運的一個 日本隊的突破 以往我們不會看日本隊的 因為我們也是大中華膠 看到中國隊 現在呢 看見中國隊輸我們就好了 我們是甚麼 告訴你 我們是逢中必反 這是第3起 第4起 這個就是男子雙人 這個叫做跳水 跳水一直都是中國狼圈的 從來一直從頭 從頭到尾 因為他訓練這個動作 他可以 從三歲開始訓練 訓練到十九幾年 你想想 全國十幾億人 每個省每個市都這樣訓練 精挑細選 萬中抽一 當然是贏了 一個人 當時訓練一個 高佬的名字 跑跨欄流場 花十億 全世界會不會有這樣的國家 不會的 這些是典型的獨裁政權 談全國之力 去栽培一個運動 這次 又是在他的強項上輸了 又是被人 飆了重慘 當然 這次是老將來的 輸給英國 以往我們也不喜歡英國 不過來到英國之後 我們也很喜歡英國 因為中國 實在是太糟糕了 所以 我們是逢中必反的 逢是看到中國輸 我們就很開心 這是第4起 雙人跳水 輸了給英國 當然英國我們很開心 那就看到你們輸就更加開心 然後第5起 第5起更加興 因為這個 沒有想過他會拿金牌 菲律賓 是一個舉重項目 這個女子的舉重 竟然菲律賓可以贏中國隊 中國隊又拿了一面銀牌 今天總共拿了四面銀牌 十分之開心 菲律賓也是 由1920年參加奧運到現在 第一面銀牌 當然啦 什麼都被你納鉤了 你還想怎樣呢 就分一些給人啦 終於分了四面金牌給人 十分之好 希望明天繼續 多點拿銀牌 少點金牌 這節時間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